他是整个JoJo系列中主角团里挨打最多也是最倒霉的人 这些原因除了其搞笑的设定外 也和他的替身有直接关系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最强摆板替身 银色战车 为什么在对战老板时他没有选择爆甲 老各位我们先看替身面板 怪力C速度A 射程C持续率B精密度B成长性C 非常标准的替身面板 但从属性上来看 大家也能一眼看出银色战车的特点是吧 银色战车是一个以速度渐长的提升 通过快速且精密无瑕的剑术将敌人击溃 是为数不多能用物理攻击直接伤到老板提升 破坏力面板虽然显示VC 但是由于其速度足够快 在实战中往往能达到B的破坏力 能力方面 银色战车在危急时刻可以将自己的剑刃弹射出去 用于一次性的远程攻击 由于其精密度能达到B 所以弹射出去的剑刃大多可以直接命中敌人要害 另外一个能力就是爆甲 银色战车可以通过解除自身的甲咒牺牲防御性 获得更快的速度 这个速度可以快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其极快的速度甚至可以产生八重充盈 然而无法判断哪一个才是真身 单凭速度就压制了没有失停的白金之星 但其实想想这也算不上什么能力 就算把甲爆了以后 银色战车还是一个白板替身 虽然属性上确实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但在面对一些拥有特殊能力提升时 银色战车还是会显得稍微有些鸡肋 另外很多人好奇银色战车到了后期 怎么就失去爆甲分身这个能力了 并不是因为荒芜把这个设定忘了 而是单纯懒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银色战车这个提升 本身并不强 但是在战斗中往往往打出非常不错的表现 楼上是暂停时间的吸血鬼 楼下是能够删除时间的黑帮老板 而作为一个白板提升 银色战车一箭捅穿楼上脑袋 一箭划开楼下手臂 试问这战机有几个提升能做到 能打出这种战机并非替身有多强 而是因为波波本人就是一位剑术大师 银色战车能够在战斗中表现的这么出色 完全得益于波波本人对于剑术的精通 另外在对战皇帝时 银战想要劈开迎面而来的子弹 完全依靠的是自身的判断和直觉 这TM都快赶上火星邪神了 而波波会被写死的原因 其实是原因一个粉丝对于荒芜的询论 他本意是喜欢波波想问一下 第三步之后没死的波波去做什么 于是荒芜决定能让波波像成太郎一样 一直战斗着保持自己的觉悟 然后就跟他写死了 感谢观看